胡老师 他其实不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其实他就是欺软怕硬 你信不信如果是这个女生的父亲看见了这个事 扇他耳光 他坑都不敢坑一声 典型的窝里横的男人 女生你也别哭了 几乎每一次碰到这样题材的事的时候 任何人都会问一个问题 你这么哭诉地投诉他 说他的种种不是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 女生通常都会说 要么就是说他追我的时候对我很好 要么就是说如果他改了其实还不错 后来我想明白了为什么这女人会这样 其实从生理结构上来说 女人对于一段爱情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男性 是吧 从怀孕之后的重负临盆之类 分娩时候的撕裂的痛楚 等等等等 这成本太高了 所以一般来说男人追女人都追得挺难 而女人一旦投入情感 他基本上会很专情 统计学证明说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男人的热恋期 60%的可以持续在八个月到一年 30%可以持续三到六个月 还有10% 他只能持续一两个月 那60%的人就是可以持续八个月到一年的人 是自然而然的热情消退 30%的三到六个月的 可以说是喜心厌旧 至于这10%的 只能说是薄荷拆桥吧 所以说你的这个男生 他不是说性格上的一些问题 又或者是说一些自然而然的一些热情消退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男生其实是品质有问题 你想想看一个男生 以一种非常傲慢的姿态 站在你面前向你求和 其言下之意 就是说你没资格分 我来向你求和 不过是赏你一口饭吃 你还不给我回来 当一个男人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追你的时候可以百般的好 不到一两个月就原形毕露 对于这种男人来说 他无论是谈多少段恋爱 那只能是异常又异常的辜负 我倒不是认为你们之间没有可能 是因为别的原因 我只说一个原因 就是女生一直以来 你在她的心里面没有位置 不重要 所以她才会这么的轻视你 连道歉都道得这么不情不愿 她是今天来赔罪的人 但她的脸上写着恕你无罪 当一个男人心里把你放得不重的时候 你的眼泪是不值钱的 你应该收起你的眼泪 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诚恳 也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她感受不到 至于你今天说让她改 表面上是你对她的一种宽容 其实不过是纵容了她的傲慢而已 所以今天你必须不能出来 否则的话那你真是太不自爱 行了别那么深情地看着她了 别人不把你当回事 请你把自己 麻烦你告诉我你是真吃货吗 是就好吃这口了 所以我就想问了 为什么你那么爱吃 你那么瘦呢 我没你那么爱吃 我就天天就起呢 我就是比较喜欢研究吃的 然后自己有的时候做完之后 就分给朋友了 就是你是研习吃货的 是的 那我们俩还是有差距的 我是真要吃的 这个 你们俩谈了爱多久 谈了有两年吧 怎么了 怎么就影响爱情了呢 多好啊 吃着美食特别开心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竟然会买一些 就是您想象不到的东西 不可能 很奇怪 对于我们吃货来说 没有想象不到的 你说吧 真的有 他都买过一种 味道很怪异的饮料 叫什么奢草水 喝下去的时候 就感觉就像你 睡了一下天的 烂席子的味道 听说今天好像 你们带了这些饮料了 对 我可以给大家带来 让你试一下 真的 来来来 你给三位老师品尝一下 我也品尝一下 可以吗 我不知道他们敢不敢 我是敢的 有点意思 有点那个席子和草的味道 人家就是草吧 我还是算了吧 这没法再喝了 少喝一点 少喝一点 就没喝过大家讲一下 不是有副作用吗 没有没有 他对身体还挺好的 他说 他一直都胃寒 胃疼 然后我朋友让我推荐的 我就上网买了这个 他可以治疗胃寒 就是让胃暖起来 我也是为了心疼他 就给他买了一箱 然后让他每天服用 让他看看到底 是不是有这样的效果 结果呢 他还上来吐槽我 这是你不对啊 就是女朋友为你好 即使是毒药 你也得喝呀 是不是 我支持你啊 然后他还把这么多 贵重的这个水 满载着我心意的水 很贵重吗 关键是我的心意在呀 然后他还把这些 他还把这些水 他还把这些水分给他室友喝 我有个室友人非常好 替我担了很多事 你的意思就是 好多东西给他吃了是吧 全系180多个男生 只有他能喝在这碗上来 挺好的 你室友跟我算一个调性的 来 接着说 还有什么美食他接受不了 有 有 有 你说你说 他还买过一种进口的鱼罐头 他那个罐头看上去挺普通的 就这么大一个盒 但是他在外面就会很特别的标注说 不要在密闭的空间内打开 根据他的饮食习惯我就知道 这肯定东西应该挺特别的 我就到一个操场边把它打开了 结果呢 结果就扑面而来一股安器的味道 没他说那么夸张 我这也是在网上看见的 是一个瑞典的一个飞鱼罐头 挺有名的 我也是图一好奇 买来跟他分享一下而已 说安器都简单了 其实就是一种屎的味道 我其实很好奇 那罐头应该带带我吃一口 没吃我 我好奇 接着说 有一次很偶然嘛 聊天我说我一朋友特别奇葩 他就吃了一个活的八爪鱼 然后我对象就拉着我就吃 好吃啊 没觉得呀 就拉着我就吃了 回去就胃肠炎了 八爪鱼那个不是那一次 你提议的吗 我才带你去吃的 我只是说我朋友吃过 我绝绝没有说过 我想要吃那个东西 我胃不太好 吃那个生鲜之后 反应也不太好 就是会就胃肠炎又犯了 然后半夜出去还是 他们带我去医院打的吊 这个就是你明显不是个吃货 吃货的标准 只要好吃是不计后果的 他就是太矫情了 他不能陪我去吃那个八爪鱼 却也能陪他朋友去吃手扒活虾 您想呀 那活虾都是活的呀 然后给人生通活泼了 这多恶心 而且还残忍呢 我朋友只是说 就吃一个特别的东西 然后我就像小白鼠一样就去了 去了之后才知道是那个 女生有意见 是我让你吃八爪鱼你不吃 你陪别的男人去吃虾 这跟食物没有关系 性质问题 接下来呢 他做东西就是非常正常的东西 能做得非常不正常 你举个例子来说 他给我做过一颗番茄饭 这名字很浪漫呢 一颗番茄饭也是我在网上看到 我也是为了他们第一次学做饭 然后就是在一个保温锅里面 放上大米 一个洗好的番茄放在中间 往里面放上各种料 然后呢 我还打了一个生鸡蛋呢 就是为了美观又营养一点 然后等着这个饭闷熟了以后 再拿手铲子给它给和开 然后这样挺好的嘛 就是西红柿鸡蛋 加上那个米饭而已 不不不 绝没有结束 它做完成仙之后 就是番茄酱倒到碗里边 然后往里边和点米粒那种 出面而来并不是什么香味 而是首先是一股的香油味 后卫里边还有那个胡椒 强忍着吃一碗嘛 这样的一些我就寻思 正常家里养狗嘛 我就说给狗一点尝尝 我们家鸡毛跑过来闻一闻 就跑了 我说的饭你合着都是给狗吃了吗 然后鸡毛一天都没理我 狗当然不吃米饭了 狗都爱吃肉的 咱家狗不挑食 我听到现在 没听出什么个美味了 老师 嫌我做得不好 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吧 你小事确实没做好呀 那上一次就是有一段时间 然后我有事 跟因为工作关系 所以我要出去一段时间 就是我爱养小宠物 家里有两只小猫咪 然后我就说 你每天帮他们换一下猫粮 换一个干净的水 让他们吃饱 但是你看我回来的时候 家里都成什么样子了 现在我心爱花瓶摔碎了 然后刚买的沙发 还有椅子全部都被抓破了 这是他干的还是猫干的 猫干的 那你应该怪猫啊 但是因为我走之前 就是已经安排了 我就是害怕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往家里寄了一个笼子 然后就是说你走的时候 可以把它关进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 再把它放出来 那我关了 我刚才把它关进去的时候吧 这猫一直叫 然后我就不忍心 就把它放出来了 因为当时我就说 它现在已经开始调皮了 你就注意它一点 我都已经跟它提示了 它又应该把那个猫咪 走的时候关进去 确实在那件事做得 不符合领导满意是吧 反正有什么事 都不符合她心意 那咱们家那翠花呢 翠花 翠花是我家的一条太鼻狗 哎呀 翠花又干嘛了 上了盘酸菜吗 不是 因为我平常的时候就是有事 然后我需要工作的时候 我会说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看住她一下 不要让她乱跑 就是因为她没有看住她 翠花然后跑到我房间里 她想要跟我玩 但是当时我正在做事情 我就没理她 她又咬了我一口 就是因为你没有看住她 所以她才跑进去的 咱们不说你们家那些成员了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事 让她不满意的 就我觉得平常小事 让她都不满意 她情商特别低 就不会处理这些异性关系 她在厦门的时候 有一个女同事吧 是追求她的 也知道她有女朋友 她不还在读书 哪来的同事啊 她就是寒假的时候 去做寒假工嘛 然后就是有一天 我们俩都很忙 她要去学校忙 然后我要再工作 就是回来的时候 我就见她一直在聊天 晚上的时候她还在聊天 边聊还边笑的那种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说你聊的是男的女的 她理所当然就跟我说 就女的呀 这就是普通同事关系 然后我就跟她 跟她聊的话题啊什么的 我两天就过我都给你看了 你给我看 你看那女生 那说的是什么 她说我这么久不找你聊天 你都不知道找我聊天吗 那么艾薇的话 你都不知道直接拒绝吗 更何况她也知道 你有女朋友呀 那你又不都不知道 我对她也没感觉 没感觉就可以聊了吗 而且我当时正在帮你按摩 我自己都累得不能行 我还想着帮你放松呢 也就是说你一边给她按摩 她一边跟沙老师聊天是吧 对 哎呀 这是多欺人的一个场景 这个概念就是觉得两边是不自由的 但是爱情本身就是不自由的 爱情是两个人自愿放弃自由走到一起 当分敌是现在有很多人不懂这一点 左手要自由 右手要爱情 眼睛还要定着对方说 我不给你自由 我们称之为自私的自由 当你坠入爱情了之后 你有责任对 对方的家庭 不是说有责任 至少对他们要合言越色 基本的礼貌 你的恋爱的对象的父母 你要尊重 你要争取他们的同意 争取他们的认同 爱情本来就是不自由的 哪有那么轻轻松松说 我想谈爱情谈得很爽 另外一方面 我什么都不愿意付出 爱情有的时候恰恰是因为不自由 才觉得难能可贵 我也有打蝶的朋友 人家打完蝶以后 马上下了班就回家 人家该干嘛干嘛 该学习学习 没有说哪个打蝶的一天到晚 打完蝶之后 就要几个人喝得醉生梦死 不要以这种工作为借口 每个圈子里面 都有每个圈子里的人 对于这本工作的理解 爱情本来就没有自由 如果你要谈恋爱 如果你要进入婚姻 对不起 你要告诉自己 我是名花有主 或者是名草有主 不再完全有我所谓 单身的自由了 因为这里面其中有一种 东西叫责任 如果你想到这一点 那么你即便爱得很辛苦 在辛苦的同时 我会觉得你很甜蜜 如果没有这种所谓的 真正懂得自由的人 真正想要飞得更高的人 才知道自己真正自身的重量有多少 只有那些一天到晚一想天开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才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自由 所以说 如果女生跟男生今天不恋爱 充分给你自由 你天天就喝死拉倒 我相信你突然觉得那种自由 不是自由 没人关怀 没人喊你回家吃饭 没人电话骚扰你 没有人短信挂念你 你会觉得这种自由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说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自由 如果你想要绝对的自由 请你不要谈恋 他是为设计者 你也是一位设计者 设计者与设计者之间 应该有最基本的信心相惜 因为我们都付出劳动 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对方的劳动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 是你 这个行业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 类似于像这样的剽窃的人呢 是有你这样的人在纵容 你也是一位设计者 你也是一位设计者 我不纵容他吗 你可以帮助他 但你不能纵容他 一方面你是他的女朋友 一方面你是个设计者 你每一份作品都包含自己的心血 你知道你这样纵容他下去 是能够帮助他真正的能力成长 还是总有一天 他会被别人戳破 他的面具呢 所以你既然自己 不拿自己的作品当回事 你不拿自己的心血当回事 你也不把自己的感情当回事 那就不要说别人这样去对待你 就是因为你长久以来的这种态度 造成了他跟你之间的关系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唐二皇之说的 如果我不图他点什么 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我告诉你 当两个人在相爱之书 刚认识的时候 一定是图对方点什么的 家境 相貌 才华 的确是这样 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但是当我们已经深爱了 在一起了之后 我们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 那些最初的条件 早已经不是我们最在乎 但如果你已经跟他相爱了这么久 始终把他当成是一个工具 那你就不要在这偷坏概念 认为大家都觉得 长久的生活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能从你身上获得了什么 设计本来是一件非常单纯的事情 因为只有内心有才华 心里干净的人 才能设计出不凡的作品 但是像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内心的价值观 还能设计出什么好作品吗 生活也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你们俩今天 今时今日能够谈成这样 那都是罪有应得 就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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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